由中华民国政府出资新建 雷伊汉乐市政府提供土地与部分资金的台湾雷伊汉乐世界公民中心 足足筹备三年才于去年九月动土 预计下个月胜利完工 未来这座定位为多功能的建筑 不仅是叙利亚冲突进入第十年来第一座与土序族群融合 并且协助难民安身立命为目标的建筑 也是首座为了服务难民而由土耳其政府与外国政府 共同投资新建的建筑 雷伊汉乐市长特别感谢台湾出资原建 日前到场访试进度的驻土耳其代表 郑泰祥指出这座中心除了是台湾出资设计建造 未来经营管理台湾也不缺席 目前地方政府已任命台湾学者求证予为执行长 叙利亚难民瓦利担任专案经理 和发挥这座建筑的最大功能与影响力 这个中心完成之后呢 它将会扮演了很多的一个社会功能角色 同时呢它会连结台湾跟土耳其的多元的一个关系 在过去是建筑师 我把这座中心盖起来 而现在我的任务是把每一个人串起来 让彼此能共生共荣 土耳其目前接纳360万叙利亚难民 其中雷伊汉勒除了有约10万名土耳其居民 自2011年来又有近12万叙利亚人落脚于此 让这个资源贫乏的边境城市 因为财政压力沉重而深化族群矛盾